嗨 大家好 我是小薇 今天的话又是一期闲聊的视频 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移民澳洲 对 算了一下 我在澳洲七年多以来 普通人的一些移民的小故事吧 现在你要是问我在澳洲适应了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理论上应该是适应了 因为我们毕竟也有了 有了几个固定的那种 以家庭为单位的朋友 然后一起可以约出去玩 我也有了很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和牙医 我也有了熟悉的店 有了自己喜欢的购物中心 开车有几条路线 我也完全用不着导航了 这对我一个路芒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真的是开多了 我女儿也去了公立的小学对吧 然后离家也很近 走过去也就十分钟的距离 所以理论上我都应该是 已经完全适应了澳洲的生活的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夜来人静时 自己想一下 还是会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outsider 没有那种彻底的觉得 啊 欧洲是我家了 怎么讲 那种主人翁的感觉 就我不知道 这对于移民第一代来说 好像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是特别担心这些 就觉得不是就不是 没有关系 但是我争取让自己有一个 比较宽广的世界观 尽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世界公民 就到哪里 我希望我都可以适应下来 可以活下来 所以今天的闲聊 就是一个新移民的新孙史 并不是 并不是 今天就想跟大家随便聊一聊 一个作为一个新移民 我自己在这几年来 我觉得一些非常有感触的事情 还有一些就是标志型的事件吧 让我觉得 好像我可以慢慢适应下来的一些事情 其实之前我们在定居到悉尼来之前 第一个定居的城市是墨尔本 因为那个时候出于方方面考虑 总觉得墨尔本的那个置业成本 要低不少 这悉尼实在太贵了 其实生活成本是差不多的 就撇开房子了 因为就物价什么的 墨尔本的咖啡还要再贵一些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置业成本嘛 置业成本觉得墨尔本更低一些 刚开始移民的第一站是墨尔本 那为什么没有待下来呢 主要是因为我先生在墨尔本没有找到工作 他第一个面是成功的工作 就是在悉尼 而我们当时其实已经在墨尔本租好房子了 家电都买好了 就已经打算 好了settle down了 那时候箱子刚打包打开 我又开始打包了 等于又搬家 真的头都大了 那几个月我们两个人真的忙得灰头土脸的 又从墨尔本搬家搬到了悉尼来 刚到悉尼我们搬的特别急 根本找不到什么落脚点 我们是跟一个中国留学生合租的房子 如果是在悉尼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就在那个麦考瑞大学附近 虽然那几个月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那些事情很奇怪 我都记得很清楚 每妆每件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什么时候开始让我觉得 就是有些细节我记不清楚了 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就是当我有了小孩之后 这几年就像没有过一样 刷一下过去了 虽然我的孩子都已经大了 对吧 看着他你也不可能知道时间没有流逝 可对我自己的感觉而言 我觉得我在有我女儿之后 也就过了一两年的时间 我的很多在澳洲的回忆 都是跟我女儿脱不开干戏的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 对撇开生产以外 是我们搬到这个公寓来一段时间了 我女儿那时候也大概两岁不到 一岁多 而我们楼下搬来了几个年轻人 就那种非常年轻 可能二十出头吧 当地人 我们这个公寓样样好 但是他有一个就设计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卧室是这样 楼下的那个阳台就等于在我们卧室的这个corner这边 是一个转角 他们的阳台就是在那个角落上 如果你在阳台大声说话或怎么样的话 在客厅里就还好 不会有什么噪音 但你如果是在卧室的话 就听得特别清楚 感觉就在你的耳边在讲话一样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晚上的我们的邻居都不会到阳台上去大声喧哗 但这几个年轻人真的不走寻常路完全不是 那些年轻人就非常爱party 然后他们一开party就可以从下午7点晚餐时间一直开到深夜凌晨一两点 然后我们这栋楼的人其实也跟那个物业公司反映过 甚至我们都打过报警电话 但这几个年轻人都没有收敛 然后我跟我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睡眠不足了 因为被我女儿整的根本睡不着觉 孩子出生一年多以来 我们俩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好不容易觉得女儿可以settle一下了 就睡的时间长一些了 然后那些年轻人又一直开party 我们俩个有好几次在半夜都被惊醒 突然音乐开得很大声什么的 那段时间我夫妻吵架的频率也高了 两个人都觉得很紧绷 一到晚上就很紧绷 就想着他们会不会又要开party呢 精神很紧张 我先生就有点受不了了 他说我要下去直接跟他们理论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澳洲那种teenager 或者说刚刚20岁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打架 寻衅姿势的那种新闻 其实是超级多的 我先生瘦瘦的 我真的很怕他吃亏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报警找警方处理 报警我们也报过两三次了吧 警察也不是每次都出警 警察会对吧 会跟我说 你可以自己跟邻居沟通一下 我们现在警力真的很有限 就是关于就纯噪音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每次都出警 所以那时候我们俩甚至都想了 那不如就搬家吧 有一次七点多 音乐开得超大声 声音大到就好像你在夜店 那次我先生在房间陪我女儿睡觉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不行 我现在不下去 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因为我也蛮怂的嘛 我就想好 我现在就下去 跟他们好好交涉一下 但是呢 我就想到老祖宗说的话嘛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到我的厨房去找了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听到他们好像有那个 Happy Birthday的那个歌的声音 我猜想到可能有谁生日了 看了一下我们的食品柜 就剩一包薯片了 我就拿了那包薯片 我真的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想他们如果跟我吵骂我的话 我该怎么回 我先生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在房间里陪我女儿睡觉嘛 我就自己拿了一包薯片 去敲了林志家的门 开门的时候是一个女孩子 他就问我 有什么事情吗 我说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party 是不是有人生日了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有人生日了 我就说我也没别的东西 那就送你们一包薯片吧 他还很开心地接过去了 我说开party很好啊 恭喜你们生日快乐 那你能不能把音乐开得轻生一点 就在我说那个话的当下 我真的好紧张 拳头捏得很紧 然后那个女生立刻朝房间里喊了一句 Turn off the music 之类的吧 立刻音乐声就停止了 那女生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是不是音乐声开得太响了 她一直跟我道歉 然后跟我说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然后就解决了 就这样解决了 困扰了我跟我先生 还有邻居的很多的问题 我都没有想到会那么的顺利 我当时都已经做好了 要吵架的准备了嘛 那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 真的很深很深 其实我理解了 就是我们新移民很多都有一点怕事 对吧 想到能不惹事 最好是不惹事 尤其我们中国人嘛 最能做的事情就是忍耐两个字 但有时候真的不是 我仔细想了一下 你在这里气得咬牙切齿 你觉得他们音乐声很大 怎么这帮人一点都不顾虑别人的心情 但对这帮年轻人来说 你不去跟他们讲 他们就真的是意识不到 或者说就装意识不到吧 觉得有时候稍微 善意假设一下别人 他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就当他不知道好了 对 先礼后兵 先跟大家说一下 合理诉求 至少我这次结果还不算坏 自从那些事情之后 我有很多事情 很多话 我都敢 我都可以 我都觉得我好像有这个底气 可以把我的感受 把我的感想说出来了 第二件就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情 是我的女儿在当地的一个社区的幼儿园上学的时候 幼儿园就有一次那种 parent teacher catch up 就是邀请你去幼儿园 园方会准备一些茶点 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跟园长还有一些教他们的老师 就互相沟通一下 包括跟其他家长聊两句啊什么的 当时我也去参加了他的这个catch up 园长就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 记着他的名字叫Felicity 我为什么会对他的印象那么深呢 我在国内的时候 一路也是就是读公立学校过来的嘛 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怎么见过校长 就是校长啊 或者园长啊 这些人物都感觉挺神秘的 可能政治级别比较高吧 一般来说也不会见家长呢 我在澳洲的印象就是这里的校长 这里的园长等等 真的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甚至后来我女儿读公立小学之前 我们打算先到学校里去看一下 那你只要打个电话 约一下时间 校长就亲自领着你在校园里转一圈 然后给你介绍 他们完全不会有那种 你看我是校长呢 我一般就不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 完全不会感觉是非常平等的 那个园长同样也是 他就是很热情的招呼我们 问我对学校啊 对那个幼儿园啊 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或者建议 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有concern担心的地方 当时就开始跟大家讲了嘛 我真的很没用 因为讲着讲着我就 就鼻子酸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种类试镜的体质 我当时跟他讨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说我非常担心 就是我女儿上幼儿园三岁以后 她就等于是一个社会人了嘛 她会在社会化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还 幼儿园 小学 高中 大学 我非常担心 就家庭对她的影响力 我怕她会以后就不太愿意讲中文了 我说我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我的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 我觉得非常重 我说我觉得她会意识到英语 是一个更powerful的语言 她就不愿意讲她的母语了 我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 大家千万别想我 我就开始哭了 眼泪就直接流下来了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尴尬嘛 也很窘迫 我就开始掩饰 然后就装没事 但那个园长 他让我感觉到了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 那种感觉 他当时非常温柔的跟我讲 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他说他很懂 虽然他没有移民经历 但是他非常理解我到底在讲点什么 我到底在担心点什么 他说他们的幼儿园 是非常鼓励孩子 就是说自己的母语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老师跟他说 嘿你现在在幼儿园了 你应该开始讲英文了 而且他们会非常愿意 跟孩子多介绍 多普及一下他们本身的一个文化背景 然后他跟我保证 他们的所有的老师都很有那个culture sense 很有那个文化背景上方面的那个sense 就该怎么翻译 就很有那个意识 然后绝对不会 至少他能保证在幼儿园阶段 是让孩子非常舒服开心的愿意讲母语的 其实我当时听到这时候 我真的是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 我对那个园长的那个感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就看着他 然后就一直跟他说 谢谢你理解我 等这件事情给我的 对让我感受到了澳洲人民的 或者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那种善意和理解 非常感谢你 Felicity 真的非常感谢你 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就是我经常接到私信 就有朋友问我 在国外的话 怎么融入主流社会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你仔细想一下 你就知道他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我觉得我移民的最大一个原因 就是我不想融入主流社会 国内的主流社会 我也融入不进去 那现在国内主流的话 应该是成功 对吧 就不成功就不行 而且这个成功是非常狭义的 仅仅指你金钱地位名誉上的成功 不去考虑那些幸福与否啊 是不是能收获你内心的平静啊 好像越来越有那种 社会打耳门的感觉 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没有办法融入 国内的主流社会 我们才会选择移民对吧 那你移民之后 你还想融入主流社会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真正健全的社会 一个真正的和谐的社会 就是应该可以包纳那些 不那么主流的人 比如我 可以包纳那些 不那么主流的社会团体 可以让每一个人 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一直觉得 所谓的融入主流就是 听听就好 不融入又怎么样呢 只要你没有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 伤害公序良俗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活法 还有移民给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目前真正的独立了 其实刚刚结婚的时候 跟大家聊到过 在上海的时候 还是跟我的父母一起住的嘛 那个时候呢 结婚就有一种过家家的感觉 虽然你是创立一个新家庭了 照理说应该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对吧 可是因为我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嘛 所以我的父母还是包办了 基本上所有的家务 家务当中重头戏 就是一日三餐嘛 我的父母就全部包办了 那时候我们要上班回家 真的是非常轻松的 回家就有现成的饭吃 也不用我们做其他一些家务 只要你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 这就是最大的家务了 甚至我们那个时候 着急要去上班 我妈都说 被子不用叠不用叠 我来叠 大家懂吗 就是被人就照顾的好好的 我很理解那种 刚刚结婚的年轻人小家庭 突然就是自己搬出来住了 然后双方都为家务的事情 争执不休 我现在彻底的明白了 家务这个东西 是每天都要做的 它非常非常占据人的精密时间 一旦你牵扯到自己要做饭了 那你牵扯到的事情就是一堆 比如说牵扯到你食材的购买 食材的储藏 你要科学统筹的安排这一切 比如说做什么菜 什么菜又是可以放一下的 千头万绪 如果是在上海这种物流比较方便的 或者说买菜比较方便的地方 那倒是还好 可是我们现在搬到澳洲来 也不可能每天去一次超市 我们也是一周买一次菜的嘛 等于你都要提前的规划好 对我来说这都是不小的挑战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去一些亚超 亚洲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老板是 或者说是伙计 我也不太清楚 是上海大叔 他每次看到我们都要跟我们开玩笑 说 他说这个时候上海的小孩们应该还在睡懒觉 意思就是都是爸妈搞定的嘛 你们两个人已经出来买东西了 我们两个人就会说 哎呀没办法就是自己独立了嘛 就这种事情真的是要自己做了 像我的表姐 还有我的一个表哥 都在上海嘛 住的离父母家很近 发现他们的家里的那些内务家务 还都是由家长来包办的 甚至就是那些家长还会帮他们负责到 什么时候需要换个被子啦 就床单换季啦等等 都不用他们操心的 两个人完全就是上班回家吃饭 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 其实你说我一点都不羡慕吗 我也是有一点羡慕了 因为有时候忙了一天 你还要做很多家务呀 而且还有一些 就你要想着晚上要吃什么 就真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确实是非常考验人 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两个人 就是真的独立了 撑起了一个家 这点也让我觉得 我这几年是真正的长大了 然后就是在这些鸡毛蒜皮呀 非常琐碎的事情当中 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不知不觉 我们真的已经来澳洲七年多了 其实在澳洲还发生过很多很多 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还碰到过很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啦 拜拜